老師 為什麼我的股票操作都不會賺錢 你有學過技術分析嗎 沒有耶 那還要學嗎 不是看到什麼漲就買什麼嗎 難怪你不會賺錢 你知道什麼是123反轉法則 什麼是2B法則嗎 不知道 那你了解什麼是均線大循環嗎 不了解 那你懂什麼是出貨盤的特徵嗎 不懂 你這樣操作當然不順利啊 我知道有一種東西很適合你 那就是 袁老師的技術分析課程 帶你深入淺出一步一步看準趨勢 抓準進出場點 只要三堂課 就可以讓你 脫胎換骨 什麼 我現在就要報名 沒問題 一集來電音樂報名 等你來 逆轉勝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古博士袁動力 歡迎收看叫你鼓掌 好 那我們昨天聊到那個 護身相關的ETF 今天非常精彩 我們昨天講到00887 這一個ETF 昨天大漲了100%多 今天一開盤就中錯 而且收盤的時候 跌了將近50% 你可以想像嗎 跌了將近50% 所以昨天的時候 昨天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他的溢價 溢價是 就是說超過本尊的 這個 超過本尊的價值呢 223% 220% 所以我們說他會回歸基本面貌 回歸他的淨值 回歸他的淨值 今天呢 果真就拉回 而且拉回了50% 到今天拉回50%的時候 他的溢價呢 仍然有55%那麼高了 所以除非 除非這些的這個中國科技的50大呢 他的這個漲幅 最近幾天的漲幅 使得他的淨值 使得這個00887的淨值提高 然後這樣子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麼大的這個溢價 要不然的話 他仍然會回歸回歸到這個淨值 從市價回歸到淨值 所以有他的這個整理 回檔的這個幅度 可能就很大 所以這個就是應驗的 克斯多萊尼所講的 股市短期的波動呢 90% 都是心裡面的波動造成的 好 那 那個 我們 那 現在來看這個短線的 Lan-Lan-Mai-Mau-Gebotab 這些強勢股 好 還沒想要不要我們的QR Code 的這個 各位觀眾呢 請掃描 加入我們的Lan-Edge 可以 獲得我們的這個 潛力黑馬庫 好 那我們想說這個 為什麼要加入我們Lan-Edge 今天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在9月6號的時候 就在Lan-Edge上面跟TG上面貼出來這個 千張大戶 那時候貼出來其中一檔 黃底的 特別標示黃底的 要大家注意的呢 是聯亞光電 他那時候千張大戶增加了 比上週增加了30% 這個張數增加了30% 結果 真的就從這個 下個禮拜一 次週的禮拜一呢 然後 開始 一路狂飆 191一直 漲到這個346 所以 這個Lan-Edge 很重要 所以要趕快加入我們的Lan-Edge 好 那 記得 小老鼠451VQTAY 我們裡面有這個 籌碼的資訊 還有 基本面的資訊 就會提醒大家說 最近的 哪些的股票 強勢的股票 可以留意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 可以讓你這個 佈局 然後這個 進出 有這個依據 好 那我們進來看 英特雷是 我們在9月23號 9月23號 那時候呢 在這個地方 9月23號 他的股價呢 是這一波 很強 然後回檔整理 回檔整理 在這天呢 我們跟大家講說 整理差不多了 快要動了 果真 這天以後呢 在橫向整理前 開始冒出來 今天又大漲 今天又漲停板 來到了91.6 非常的強 那他就是做這個 零化音 替化家的這個 累晶片 就是 非常上游的這個 累晶片 那這個呢 就是 三五族群的上游 他做出來的那個 晶圓 晶圓 晶圓片 就是提供給的這些 有一些 他的有一些客戶呢 就是來做這個 這個 西光子 的封裝的 先進封裝 因為西光子 先進封裝 是屬於下游的 所以他們就 跟英特雷拿這個 這個 雷晶片 好 那這個 非常強 非常強 那這個股價呢 好像還沒漲完的樣子 因為 這個配合的蠻不錯的 量價配合蠻不錯 因為 這個樣子呢 還有這個高價 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 遜得 今天表現的也還不錯 盤中曾經一度 來到了188塊 就是188塊 比昨天呢 上漲了這個多少呢 上漲了11塊 那後來因為整個 整個大盤不好 他也就跟著回檔 那後來 只漲了2% 但是在今天來講呢 已經算是相當相當不錯了 這個 遜得呢 我們從9月25號 9月25號 這個突破 突破了這個壓力區以後呢 就跟大家講 結果回檔 小小的回檔兩天 一路就大漲 這個非常強 遜得 他是做半導體 依 極子外光的光照盒 微型倉儲 還有 這個顯示器封裝自動設備 這些 檢驗系統 那這個就是 半導體設備的概念股 還有 自動化 機器的概念股 所以兩種的題材 非常的強 還沒結束 感覺還沒結束的樣子 所以這個 經驗量放大了 但是就是 價格也有漲了 那就是沒有收到 相對高點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未來呢 仍然是有高點 好 那系統是我們在這個 財經計程式 這邊有一個專題 IC設計有活種 底部買起漲的新黑馬 這個 這個裡面呢 跟大家講 是9月30號 9月30號這個 跟大家講這個系統 然後整理兩天 整理兩三天以後 然後開始 今天拉到漲停板 那這個非常強 他突破了這個下降 的趨勢線 那 成N字型的 N字型的上漲 所以很強 好 仍然有這個 機會 克服前面的這個87.7 洪康 也是我們在同一天 在同一天跟大家介紹 IC設計股 那整理了幾天 今天 又拉上漲停板 量放大 所以 應該有機會 克服前面的這個89 68.9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克服這個68.9 創新高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連光通 連光通今天拉回 拉回了這個2%多 因為這個 昨天這個 隔日沖 隔日沖 更衝進來 所以今天開高以後 隔日沖就 開始往下賣 那整個受大環不好 所以他也跟著拉回 那就 還好 他只跌了2.6% 沒有跌了非常深 所以仍然 這個呢 仍然還沒做完 仍然有高價 可以繼續期待 那 CDKY CDKY 我們說他突破了兩個下降趨勢線 昨天很強 那今天也是一樣 受到這個隔日沖的影響 隔日沖的影響 開高以後 就往下 盤中一度 跌了6% 但是後來 有拉上來 那表示說 阻力有在守 不讓這個股價 受到隔日沖影響太大 所以 後來 收盤之前呢 只小跌了不到2% 所以這個 呈現了一個這個 黑K 那 這整理以下呢 仍然 系列仍然有機會在持續在走高的 好 那六方科今天 仍然是在這個鄉行 在230到280的這個鄉行整理 今天小漲2元 但是還是在整理 那鄭達呢 昨天創新高 昨天創新高 突破鄉行整理創新高 今天小小的拉回 小跌了一點點 小跌了不到0.5% 這個 這個走勢相當的不錯 因為今天是 收小黑 然後量 量有放大 量放大 但是 就是說讓他的這個 這個黑K線的不要那麼大 所以這個是 稍微比較好的這個線型 那再整理一下呢 仍然有機會在持續在走高 好 那聯保 今天是受到 隔日蔥昨天是開的很 收的很高嘛 今天 隔日蔥 就 這個 一掛呢 就掛了蠻低的 所以他整個就起不來 後來跌了4% 那這個再 就是表示說還需要整理了 好 那桶芯 今天很可惜的 盤中有拉高 拉高 然後在收盤的時候呢 結果沒有辦法守住高點 所以就形成了上影線 那這上影線呢 表示說上檔這個有賣押 有解套的賣押 有這個 獲利了結的賣押 所以形成一個上影線 所以在整理 所以有必要在整理 好 那樹洪科呢 他也是一樣這個 這個隔日蔥 隔日蔥一開高 然後他就往下殺了 可以開高往下殺 所以今天就 這個 拉了一個3.5%的這個黑K線 這個黑K線 所以就是 短線呢 有需要再稍微整理 因為他這個漲幅算是 也不小了 要整理一下 好 那金星科今天表現相當的強 在IP IP股裡面 就是細字材裡面呢 它是表現相當強的 今天震盪幅度不小 但是中場的時候呢 漲了3.5% 漲了3.5%左右 那這個是等於是這個 目前它是細字材的這個 族群裡面呢 它的線型是相對比較強的這個族群 相對比較強的個股 所以 現在呢 來到這個400元以上 所以441呢 應該有機會克服 這個量再繼續放大的話 441可以克服 好 那所以 加入我們LineAd 小老鼠451 VQ TAY 加入我們的LineAd 有這個籌碼的資訊 有這個基本面的資訊 可以讓你知道說有最近哪些的這個潛力 黑馬股 好 那 有些同學呢 就是最近反映呢 就是說他們不想要做 做那麼長 希望這個這個 這個短線進出 因為最近的這個盤是非常不穩 上上下下沖洗 非常厲害 所以呢 我們這個單股短波實戰班 就是針對這個 有這個需要的 鎖定短線的這個強勢股 有題材的強勢股低進高出 純粹技術性操作 這樣子就不怕 盤是上衝下洗 操作起來就比較沒有負擔 好 那譬如說我們最近 你只要有資金100萬以上的這個 同事人呢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這個單股短波實戰班 最近的全以新 7天獲利11% 建村3天獲利9% 福育4天獲利10% 雷科6天獲利11% TPK獲利6天獲利17% 那這些這些刻股呢 就是說短短的時間內 創造最高的勝率 這樣累積起來的這個報酬呢 不會輸給那個你中長期 你中長期可能要報個一個月三個月 才會有比較好的這個報酬嘛 但是這個期間呢你可能會碰到 有這個套牢的問題 那時候這個心理壓力就不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這個就讓大家 不會有這個心理的負擔 那有興趣的這個同學呢 0277259668 來參加我們的這個單股短波實戰班 好那有一些同學就是很認真 就是他不想要聽名牌 也不想要這個聽消息 來這個進駐股票做股票 所以這個你在這個股市叢林裡面 怎麼樣應付牛鬼蛇神 怎麼樣應付這個彩籃虎報呢 你要學得一生的好功夫 那我們這個技術分析實戰教學班 就是針對這些有興趣 想要培養自己的這個實力 這個操盤實力的看盤實力的這個同學呢 來開這個課程 那你上完這個課程以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選股 自己選股 袁老師選股的這個功力非常非常強 大家看影片你都可以知道 好那那個還有如何進出 進出的實點怎麼掌握 那這個就是我們都會教大家 你有了這個基礎以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從這個地方再往上發展 然後一步一步操作的訣竅認識以後呢 你就可以邁向這個獲利之路 好 那今天的這個大盤呢 因為這個一開盤的時候呢就疊 因為這 指數期貨一開盤就疊了200多點 所以這個大盤也就跟著這個 開盤就疊 然後就在這個 支撐壓力線這個地方 2580這個地方 上下游走 然後也是在這個均價線 一直到尾盤的時候 我才站上這個壓力線 站上這個均價線 那所以今天普遍是下跌的 下跌有1300家 上漲才415家 好 那這個 類股行情呢 這個綠油有一片 只有這個貿易類啊 還有這個 半導體 稍微紅的一點點而已 半導體就是我們這個IC設計 好 那這個 今天的這個 三大法人呢 外資賣超了253億 投信買超了41億 經營商賣超了87億 那這個 這是現貨 那期貨的部分呢 今天 外資他把這個期貨空單 平掉了 補了 補了1000口左右 不過現在仍然有 4萬1000口 很大的這個空單在這邊 那 明天要這個 台紙要結算了 所以這個 這個 外資呢 因為最近的中東的局勢 地緣政治啊 還有這個 這個 諸多不定的因素 那所以他們都有 認為說有必要 這個 避險 4萬1000口的空單 仍然在那邊等 那所以 明天的這個 台紙期 台紙期的結算呢 就可以看到他們這些空單 是不是 會回補一些 好 那今天的 這個 加群指數 我們說他 目前仍然是在季線附近 游走 好 那 因為現在的這個月線呢 是扣底 扣底這個低的指數 所以 未來呢 月線會慢慢慢慢往上漲 慢慢往上漲 就 會有這個機會跟這個 季線形成黃金交叉 那時候 比較像樣的行情就展開了 那貴買指數 那更明顯 他們兩個這個 月線跟基線是幾乎連在一起 那很快的就可以形成黃金交叉 好 那半導體 先進製成的概念股呢 深陽半導體 今天 創了這個收盤的新高 來到了這個140 140塊創了這個 這個收盤的新高 這支股票呢 他沒有 沒有很會大漲 就是我們 我們在5月中的時候就跟大家推薦了 然後漲一段休息一段 漲一段休息一段 這邊休息了更久 然後開始進入橫向增 目前才創了這個新高 這個就是 他是緩緩緩緩的這個這個阻力呢 非常有這個耐心 慢慢慢慢 他也不 就急功 他就是 慢慢的往上拉 目前 所以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量價配合的很好 還沒結束 好 百德 今天是小幅的拉回 跌了三八 所以會在這個 120到135之間的箱形整理 那惠特呢 今天也是小小拉回 他目前被這個 5分鐘的這個人工撮合 這個處置被關緊閉 要到明天才放出來 到明天才放出來 10月9號 明天才會放出來 明天才會放出來 所以放出來以後呢 股價就應該會比較有量 有量的話就比較容易作價了 那大量目前仍然是在這個152到135之間的這個箱形整理 他要到國慶以後 國慶日的隔天呢 他只會放出來 好 那這個達星材料 他今天是最後一天 被關緊閉今天是最後一天 那明天他就可以放出來 那放出來的話呢 那放出來的話呢 他就有比較有機會 量可以再放大 放大的話就比較容易上工了 所以267呢 應該是可以 可以突破的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差 只差一點點而已 那華星光今天 還是在這個箱形 140到160的箱形在這邊整理 好 那雷科今天表現得不錯 盤中 甚至有一度呢 大漲 漲到這個67% 那可惜 後來這個等個大盤不好 就跟著他拉回 抱歉 所以後來只漲了2%而已 這收盤只漲了2% 那這個表現已經算是不錯了 他已經突破了前面這個壓力區了 突破壓力區 所以還有希望 應該還有希望 會突破這個89.3這個高點 那機器人概念股呢 自貿是我們在這個9月10號跟大家推薦 結果他這個緩緩的漲 今天又創了這個歷史新高 最高來到403號 已經佔上了400塊 可惜就是大盤不好 所以他跟著拉回 也是收盤的時候 來到了392.5 也是創了歷史新高了 那所以說 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還沒有結束 仍然有高價可以繼續走 那台灣精銳 目前就是要力圖振作 要守住這個 700塊左右的這個支撐區 這樣不要再往下跌了 那這樣守住的話呢 機器人概念股的股王 是精神領袖嘛 那這樣的話呢 機器人概念股會比較 就是有行情 就是他股王在這邊 這個示範撐住的話 那以後呢 這個機器人概念股整個動起來 會比較整齊 那龍澤科今天也是一樣 還在這個85到95的相信整理 那昨天的我們昨天的這個 強勢股 藍藍貝呢 這個竹森科技 今天表現的也相當的強 今天盤中差一點漲停板 那可惜後來大盤不好 他也就跟著殺下來 所以後來收盤的時候 只漲了6%多 那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漲了11塊漲了6%多 算是相當強了 因為他營收 9月份的營收呢 年月雙增 創了歷史至高 所以他這個股價呢 能來有機會的持續走高 那他是屬於這個半導體設備的概念股 那聖達科技IC設計股呢 那今天 昨天這個創了這個短期新高 然後今天是 格日聰這個拉回 拉回 那這個把昨天的紅K吞掉以後呢 所以有必要 有必要再稍微整理一下 聖達科有必要再稍微整理一下 那綠能 綠能今天非常強 在找盤的時候非常強 曾經鎖到漲停板 鎖到這個10點 但是後來呢 就突然打開了 突然打開 結果就引來一陣這個擊殺 那所以很可惜 後來這個收盤的時候只漲了3.3% 這個只有漲到3.3% 所以現在已經突破這個壓力區了 那可惜沒有收在這個相對高點 所以這個比較常的上影線呢 表示說上檔呢 有解套賣壓 或者是這個 有這個獲利了結的賣壓 所以形成了這個上影線 所以還要再這個 持續的再看一看 看看他是不是有機會再突破這個83塊 好 今天的新的蓝曼貝 我們跟大家推薦了這個 環宇KY 環宇KY 他做的這個產品呢 跟英特雷很像 跟英特雷很像 他做生化家 零化音 還有這個 氮化家的高階攝平 高階攝平的代工 還有這個光電元件 這個半導體的晶圓 那這個呢 他在美國 是攝平和光電元件 晶圓領域的技術 領導廠商 他是唯一的純專業的晶圓製造廠 那他的股價呢 突破了上升三角性 這前面幾天 那這五天 在這邊整理 拉最根長紅 今天在第二根長紅 所以呢 他應該是 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已經創了 這波的這個新高 持續走 應該是沒有問題 仍然漲勢應該可以期待的 好 那金星 金星他是做這個專業的 電子製造服務 EMS的這個廠商 他包括汽車電子 印刷電路盤的組裝 電子零件的這個 代購組裝 那現在突破了這個對稱三角形 今天表現非常強 突破對稱三角形 因為他九月份的營收呢 年月雙增 創了歷史新高 而且他的本益比呢 很低 只有十二倍 所以這種股票呢 就相對的呢 他這個 就看主力的企圖 他的這個 掌聲的空間蠻大 因為他的本益比 只有十二倍而已 這個算是相當相當便宜了 好 好 那選擇好的股票 推對進場的時機 就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 好 有興趣參加單股短波實戰班的 這個同學呢 可以來電 027759668 純粹的技術性操作 低進高出 鎖定短線有體材的這個潛力股 好 那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 這個各位同學呢 請趕快加入 你可以獲得這個 重碼資訊 基本面資訊 好 那要你鼓掌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跟我一起輕鬆理財